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昨晚带电话上来的观众 以及在网上留言的网友 明天就是三法国际妇女节 是现在的澳门女性享有的机会和权力 和男性会不会平等呢 以及在法律上 妇女活得的就义的公平性 以及労动关系保障方面是否足够呢 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谈谈 保障女性权益 促进两性平等这个话题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 我们很高兴邀请到 立法议员王杰晶 杰晶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还邀请到 执业大律师何光明先生 何律师你好 大家好 我们欢迎市民朋友 打电话上来和我们沟通 或者发表意见 电话号码是 278-9192-278-9192 或者通过研究门上面的网址 加入我们的网上交流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今天的重点新闻澳门追焦 一名类地男子 适应到本屋搞间典档铺 典档舞牌明贵手标 合共责骗24万港币 被施警拘捕 案情显示 这名男子从去年的2月份起 先后到本屋14次典档明贵手标 施警是根据其中一间 一间档铺报案揭发案件 是多间档铺典档九直明贵手标 经专家策解、鉴定后 证习全部都是务牌贵 仍然有人声称 不知道典档的是务牌手标 是由另一名类地人提供 每次典档学获得1,500元报酬 医务委员会秘书长梁佩珊 在出席母电台的节目时表示 有关医疗事故化深厚之后 对校医提供医疗父母的影响 他表示根据教称国指引 学校类的健康出众员 可以由医生、护士、中医 或预防医学、公共卫生学 类背景的人士担任 职责主要是以健康出众为目的 并非以提供医疗服务为主 他指出日后愈有需要 在校提供医疗服务 会有严格的规定 愈合心和要求人缘的比例 长所切施切碑 要付下申请牌照的要求 第57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商年展 将于5月30日在二戒例揭开帷幕 文法国澳门艺术博物馆 再度组织本地艺术家参展 让澳门的作品亮相国际舞台 这届澳门的展品共有17件 愈介于生与上旬赴威尼斯 为慶祝300国际妇节 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与母亲会 将列生与期间 联合举行慶祝300国际妇节的系列活动 主办方表示 街坊总会成立以来 积极开展社会福利 为居民排林解军 以及敬佬外幼的工作 此行活动至今已是第20年举行 今年预计服务人数大约1100人 欢迎回到我们澳门开港的现场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谈谈保障 妇女权业方面的话题 我们现在的澳门社会 到底妇女享有的机会和权利又是怎样的呢 现在先和街坊聊聊天 我知道澳门的妇儿会 刚成立了没多久 以后可不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 妇女和儿童政策的方向是怎样的 其实之前围绕着妇女在澳门的发展 其实社民司属下 都成立了一个妇女事务委员会 其实就去年开始 妇女委员会已经戒满到期了 根据过往的一个施政报告里面的提到 其实在结束之后 为了更加全面去为妇女和儿童 去计划一些未来的一些政策或者计划 就将妇女委员会 就变成妇女儿童发展委员会 即是将那个叫做覆盖面 就不单单只是针对女性 而是针对儿童 其实过往做的一些工作 就是会就澳门的一个妇女的现况 透过委员会去做有关的一个调查 在2012、2014都做过两次 其实政府那方面就有计划去做 在2017就做回2016年的妇女方面的一个调查 而在妇女的数据库方面 其实在上一届的妇女事务委员会里面 已经制定了 其实在相关的网站都可以找到一些妇女资料的数据 但是我们看回其实这些资料的数据更新得不够快 所以可以给新一届的一个委员会 就是当这些数据资料 其实可以有 既然有了委员会 有专责的部门去跟进的话 就可以将一些本澳府里的一些现况状况 可以更加更新 不是隔那么久的时间 是透过报告之后才去调整这个数据库 接下来他们其实有一个计划就是 今年可能会开展有关儿童的一个资料数据库的一个工作 希望就是这个数据库可以尽快地建立 让我们其实社会各界都对澳门的一个儿童状况有一个掌握 在制定政策方面就可以收集社会各界的一些意见 以及针对一些存在的问题去订定相应的一个政策 那么这个新的府议会呢 现在组成是大概有20人 那都是社会各界的人士 那我们会期望就是 在妇女那一部分可以承接 之前的委员会的一些工作可以延续下去 因为其实之前的施政报告里面都提到 就是说要为澳门的妇女未来的发展 定定短中长期的一个发展策略和发展的规划 但是就是作为我这么多三年在议会里面的工作 和政府部门的接触都没有体现出一个具体的 短中长期的一个发展的规划的蓝图是在哪里 所以其实未来的时间都会跟进有关委员会的一些运作 和整个的发展目标策略究竟定出来的计划是什么 令到我们作为社会服务团体也好 作为我们妇女的界别也好 都知道其实是可以怎么样和政府之间去合作 推动澳门的一个女性事业的一个发展 亦都是针对于儿童方面的 始终是一个起步的阶段 他们开户的次数好像都是只有一次这样 变成了其实是很多的工作要拿紧去做 而不要因为一个委员会的交接而去停滞了 以及一些新的一个开展服务的领域 可以吸收多些我们儿童服务方面的一些意见 尽快去落实 亦都是有一些计划实质出来的东西 让我们可以看到 明白 那何律师 我们知道澳门的家保法 其实是列入工作在20世之后 你觉得对保障妇女权业方面的 这个作用是不是大大增强了呢 是不是大大增强了 我反而说得一样东西就是 他给新的那个家保法 对于一个所谓的抚育 或者所谓的一些法益上的保障 我们加强了 本身也有相关的一些所谓的刑罚的了 但是只不过这个所谓的重点标题出来的时候 可能令到大家都开始更加强的意识 就是我们应该是更加保护在家庭里面的一些亲人 当然可能大家在意识上 都觉得妇女较弱一些 于是可能有一种错觉 就是大家都是保护这个妇孺 那个权益 但是我相信其实 在澳门基本法里面 其实都已经是很重点指出的 就是无论男性女性 一直都是平等的 那在特区回归之后 其实也是出了一个消除 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 那个引入 和一个叫国际儿童公约的引入 在这方面里面 如果自特区成立的话 我相信在这方面 对妇女和一个儿童的 所谓的权利 是以法律的形式里面加强的 这个我觉得是我们有需要遵从 和遵守的 因为事实上 无论人与人之间 我相信 不论男性与女性 其实这方面 应该是 对她有所保护的 明白 那我之前看到 你在妇联的网上 都有写了一篇专栏 其实是说到 要保障 女性的一个政治的权利 要引入合理的妇女参政的配颜 在这方面 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观点 那为什么会这样提出呢 我们其实就是 参加一些 和世界各地 或者是过往的一些指标相比 那其实要说回每一个地区的 女性参政议症 其实也都体现了 那个地区的一个性别平等 或者是一个进步性 那看回呢 澳门呢 现在我们在说的是 一个叫做 立法议会议员里面的比例 那33个里面有7个是女性 占21% 那也都之前有个 就是统计就是说 澳门的 就是不单单是在说 政府官员的 或者是就业于 就是叫做 相对高职位 管理层 政府部门的女性 它所占的百分比呢 是低于男性 那而且 那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差距 那所以我们就会说 就是说 其实澳门在 女性的 叫做 社会的地位 依然还是有 无论是职场 或者是官场上面 都有一个 还可以提升的 一个空间 在那里 那还有看回 其实人大代表里面 其实对女性的一个 作为人大 或者是参与的比例 其实都是有部分的倾斜 那所以我们都希望 如果在澳门来说 从一个叫做 自然发展的角度 未必是追得上的时候 那其实是 政府可以由一些政策 去倾斜 给我们女性 那其实也是 作为女性的 一个叫做 鼓励动员的作用 那有目标 那我们就会 将我们自己的 一个自我的能力 再继续这样提升 去达到一个叫做 一个水平 那所以我们会 有这个去提出 那你说如果是 自然增长的 已经是超过了 一个叫做 指标的时候 那我们觉得 就不需要倾斜 反而还会觉得 我们是弱势 但是在自然增长的 过程里面 我们觉得 都未能达到 或者要达到的时候 都还差一段的距离 那我们就会觉得 就是需要一些 政策的倾斜 去推动一下 我们去做 那很明显的 就是一些 譬如一些 政治巨位人 那方面 其实都 我们澳门 都没有特定的指标 给他们 多少要女性的参与 为什么我们要女性的参与 呢 始终男性和女性 在讨论问题 或者思考问题的时候 都有不同的角度 也都有不同的见解 还有我们都想 在譬如一些 政策的制定里面 可以加入一些 性别主流化的 一些 思考 或者讨论 那方面 那其实就可以 平衡一下 也都是平等一下 也都是 考虑的问题的时候 会更加全面 明白 就是我们 看上来 现在香港的参政 女性 好像很积极 好像澳门 就比较静静 是吗 那又不可以说 很静的 至于整个 风气上面 其实就是 还有待去加强 以及社会 对一个过去的 一个女性 参与的 一个机会 虽然现在大家都有 但是可能 还有一个 漫长的一段 路可能要走 我还觉得 女性对这些政治 不是那么感兴趣 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会不会加弊的 重要性 观念是比较重 而影响到 数量化的问题 其实 看回 现在会好些 因为我们 我们这一代人 其实我们 韩律师 这一代人 我们的教育 比较公平了 其实男女的 教育 其实是公平的 入学文化 程度 其实相对 都是同步的 但是有些传统的观念 可能还会影响 社会上的氛围 也会影响 再加上 你讲的 韩律师也对的 家庭的压力因素 也会影响 当女性组织了家庭的时候 她在家庭里面 一个叫做 家庭照顾者的角色 其实是拭不掉的 我们也不是想拭掉她 但是我们想 平衡一下 我们有我们的事业 也需要有我们的家庭 那怎样 跟男女之间 在家庭里面 大家取得平衡 是我们想去推动的 社会上 接纳了我们女性 其实在各行 各业领域的发展 其实是没有男女角色的定义 这个观念 这个概念 过去可能大家都 出来社会的一定是男的 女的就是在家 但是现在慢慢 其实多了女性走出来的时候 可能这个风气好些的时候 大家平等 去做一些相对公平的竞争 其实男女之间 都是可以在社会上 可以独当一面 也都自由发展 但是现在社会上 未有一个风气的时候 我们都想 比较多些 照顾我们女性 不是我们是弱者 只不过我们 过去有一些弱点 未得到别人的接受的时候 我们就希望将这些弱点 其实可不可以变成 我们的优点 大家共同去进步 好了 我现在先听听市民有什么意见 现在要临心在线 临心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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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一下 接一下王議員的那个话头 那其实任何东西 不要说人 任何东西 理论上都要公平 不因种族 不因性别 不因年龄 不因膚色 各样受到歧视 或者差别都在这里 这个是正常的 但是大致这种东西 就很奇怪 大致本身就不公平 为什么有些物种要消亡 有些物种能够统治地球呢 我们的祖先 最初好像说 那个离开东非人群人数 最少去到差不多2千人 结果现在全球了 七十几亿人 有些物种 我们还在被人吃 那时候 例如劍齿虎吃我们的祖先 现在的祖先 搞了劍齿虎折种 好像人类本身是 最初是武系是俗社会 为什么后来变成富系是俗社会 如果人 现在人是正常的 因为上帝给我们 一出生的男婴 平常就是出生的女婴 为什么会慢慢变成富系是俗社会呢 一定有它的存在原因 是不是 那女性 我们应该觉得 绝对要平退代 绝对不能歧视 但是有些东西 本身就没办法 比如很简单 生活上的东西 一个男女女线 约会 在选择的时候 他就在买单 为什么不给钱 那一定会说 那男女 哇 你怎么搞错 你是不是男人来的 吃饭居然不给钱 不请我吃饭 还可以出来做什么 这些是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 你们一天到晚 要追求平等 但是这些小事 不平等呢 好像我有四个家车 一个妹妹 六个人中 所以说就是推行AA制 不是 每一件事都要我去做 因为我自小的时候 最难最惨最苦的都要我做 然后我每一次都问 为什么要我做 哪个男生都不做 谁做 所以这些又是另一个问题 是不是 所以美国最公道 美国CRO 那个海伯特击队 他一百年来 他第一次招累兵 他的条件就是 所有训练 不分男女 如果男性的训练是这样 女性 如果你要进来都是一样 结果 他二百四十个学员 他变得两个不得业 还有Langer 美国有个游骑兵制 Langer Langer就是 他那个指挥官 我绝对不会被女性做指挥官 那就是平击他女权民 他说 搞错 然后他说 很简单的事情 我为我暴下着想 如果一个女性 刚刚在战事开始打的时候 生理周期到 他痛到爱救命 指挥不了 那我的暴下生命 哪个保障 如果我们现在的转迹 可以蔓延了几个月 甚至是一年 打到轻合合的时候 突然发落原来怀了人 因为怀人这件事 不是直接知道 两三个月后才有 王热晶 议员是护士 没有记错就是 他应该知道 两三个月后才提起怀人 打到平凌凡凡凡 在战场上 如何撤换指挥官 请问声 所以绝对不可以被女性做指挥官 这些不是歧视 是现实的情况 是吧 所以我们呢 都是那句 可以公平对待所有人 不包括 不只是女性 所有人 什么人都应公平对待 但是 有些事情我们都要去 很现实的差别待遇 很多就是林珍提出的意见 那先给两位嘉宾回应 就是林珍觉得 其实不是歧视女性 可能就是 因为女性有些 心理的原因 可能有些工作 确实是不可以做到 那对这一点 杰正你怎样看 所以要尊重 是的 那我们不是不可以做到 是因为特定的 一个生理条件的因素 影响着我们 那变了其实有些 就是力量型的 我们不是我们不做 是我们可能 真的力所不及 但是可能经过一些磨练 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到 那至于你说 生理周期痛 就是痛到影响它 那这个 真的没得说的 这个是我们要接受 但是它持续的那段时间 其实是可以透过 药物 或者是怎样去治疗 令到那个痛楚去缓解 就不会是 那么影响一切 或者影响工作 如果真的要影响工作的话 这些其实要治疗的了 还有一些叫做 我们可不可以多些 欣赏我们的怀孕期 或者是我们在说的是 我们生理周期的时候 可以多些去体谅我们 而不是去 它肯定心情不好 一定是周期到了 就是这些 我们会觉得是 你标签了一件事的时候 令到我们其实是很难受 其实我们都要面对 我们其实怀孕的时候 我们都要面对压力的 我们都想做一个 但问题是当我们 很好有我们的选择 我们的规划 我们的规划 得到别人尊重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 撇除了 就是不会是歧视 我们希望是多一点的尊重 去看女性的每一样东西 可能从优点那边出发 那我们就会自然一点 那也都是社会上面 就是那个叫做气氛 也都和谐一点 那我们就不用经常都说 我们要反歧视 争取什么 争取什么 但当我们又得到尊重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女性 都会有一个亮度在那里 明白 那学老师再补充一下 我就尊重林先生的说法 但是我又不是太认同 就是澳门真的好 澳门起码没有打仗这些东西 不会存在这些所谓的指挥官的 特殊例子的情况 或者我这样看回 男女平等在澳门来说 其实那个情况都不算差 其实挺好 无论在法律上面 或者在现实生活里面 其实法律上面 我们甚至乎好 你尽量可以看到 所有的澳门法 包括基本法 深小文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男女结婚所生的子女 爸爸可以根据性 妈妈都可以根据性 这个又是比较公平 无论劳工事务法 劳工法的权益 或者其他方面 其实在澳门的法律层次里面 其实都尽量做到两性之间互相平等 机会均等 但现实实生活里面 这些是个别例子 法律很难去评分 因为始终在现实生活里面 我们法律不能够 每一样东西都可以平衡到 那个量化的人员 那么 是不是一定 好像黄议员刚刚所说的 如果是政治领导层里面 是否给多些机会女性 那是否等于剥削了男性 相关的那个 那个升线的机会呢 那其实是否有一个 百分比例 7个 3个 6个 4个 5个 5个 很难去体现的 就是 我觉得是 有时是 流于自然的 遞真 就是说 如果真的 刚好在那期里面 可能9个男性 1个女性 你觉得是比较 咦 是否可以平衡一下呢 不反对 但是 是否用到法律条文强制性去做呢 我也有点懷疑 这个是否操作上可以行得通呢 我可以这样看 明白 好了 我们暂时先谈到这里了 先去看看天气预告的情况 回来我们继续听听市民的意见 好了 回来我们澳门开港演场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 谈谈扶女权余方面的问题 现在我们再听听市民的意见 现在有高小姐在线 高小姐你好 支持 加班晚上好 你好 高小姐 请说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希望 做苦女 最希望就是家庭和睦 其实最希望一样就是 我们的福利 能够跟公务人员一起提 哇 你看公务人员的福利多好 他们女性的工作权益多大 但是我们市民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去争取 不过有人去争取 但是自从都争取不了 希望这些出来登水的人 真的 行实做实事 能够得到 起码和公务人员看齐 先 特别产假 是不是 有些妇女最重要的是这一件事 解决了这一件事 譬如都要 都要 家庭有事政策 我知道公务人员 她可以陪诊 现在说要扣回 但是以前就不用扣 很多权益 她们有 我们没有 真的希望能够 不要得过说 你说市民的妇女权益 受基本法保护 你就真真正正 大家都是妇女 为什么公务人员的班 你就这么优等 我们普通市民就这样 是不是 你现在要做好的 就是真真正正做实事 不要得过 我只听听很多 听听人说很多 我们的什么什么的 但是到现在为 就一样都争取不了 好 多谢高小姐给出的意见 高小姐希望大家市民 都可以享受到 好像公务员 这个福利就好了 我们再听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现在要谢小姐再线 谢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谢小姐 是 说一下女性权益方面的话题 你要怎么看呢 我觉得有些中小企 是比较歧视一些 华人的工夫 那女性就在这个社会工作的地位 就有之后到其次的 那因为呢 相关家庭的女员工 那她也是会有怀孕的时期的 那当她去分练完呢 回来呢 那个公司是 就是不是那么喜欢啊 或者是正在怀孕的 员工呢 都是想她领绩的 因为我曾经做过那间 中小企呢 有一个药工具是 那跟着那些 那些上司啊 那些主管呢 都是有些歧视 和处处为难 就是她的状况 嗯 那我就希望 正在这些方面 多加 明白 很多谢谢小姐给你的意见 那我们有听到两位女士 都是提出 从女性的角度 希望 第一个高小姐 就是希望 现在的市民都可以 以后 就是全民可以享受到 好像公务人员的待遇 嗯 和谢小姐说到 对一个怀孕的妇女 有一些特别的保护 这两方面 先听听 这些意见 好 那 完全认同高小姐的一个说法 那也都是作为 我们一直去 真是争取 那个目标 和方向 怎样给一个 叫做公平的 一个就业的环境 我们本居的妇女 不单是妇女 男士 也是 他举的例子就是 参加和市参加 这个也是 所以 在现在收紧 务动关系法的时候 我们给予的意见 我们都是向潮绝这个方向 去给社协里面进行讨论 那过往的一个叫做公务员的一个制度 其实是奥普时代的时候 遗留下来的 那现在其实我们就要按回 现在澳门的实际情况 再去争取 那就是希望我们 未来的产业和市产业 都是和公务员一样 相同的一个天素 得到一个公平的就业的环境 那另外就是关于 刚才阿謝小姐说到的一些情况 其实我自己是 在议员办事处 都收到有关的一些投诉的 那其实我们现在就会 向政府做一个表达的 就是说对一个怀孕期 解雇妇方面的赔偿 或者是罚款 都希望可以在 修订务动关系法的时候 作出一些调整 作为修订 因为我们知道 在协商的情况之后 没有办法去达到 那唯有真的用到最后的手段 就是法律 用一个罚款 和加大那个赔偿 令到那个怀孕妮 在怀孕期里面 得到一些保障 那还有就是 我们都希望可以 就表达一个诉求 就是说 在怀孕期里面的一个 进行一个产检 或者是去产检 正常的产检 是可以当为一个 是比较弹性的一个时间 而不当成是一个病假的 那我们都希望可以 朝着这个方向 在企业或者社会里面 去推动这一样东西 让它正视我们 我们怀孕期妇 的一个产检 的一个需要 那说到医疗上 其实保障相对 是足够的 基本的一个 产检的一个保健 但是就是一个 因为双职多了 女性就业多了的情况之下 我们都希望 在劳动市场里面 都可以接纳这个产检 都可以给到 他们一个时间 可以去处理 正常怀孕期的一个需要 另外就是 对于一些 叫做有善的 措施的一些实施 就是说 在企业里面 如何去推动家庭 有善的文化 而令到 在企业之间 可以给一些 弹性的 我们叫做假期 或者是时间 我们去提出 双职家庭里面 照顾家庭的时候 的一些所需 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说 就是家庭有善政策 我们都是说政策 都不是用法律法规 都希望透过 社区的更加宣传推广 鼓励一些企业 可以制定不同的一些政策 去配合我们的一个员工 令到雇佣 和雇主的关系 可以和諧一些 亦都可以令到家庭更加和諧 这个是我们最终终极的目标 想达到 那学老师想问一下 如果 刚才邪小姐 说到 如果有些怀孕的妇女 暴目力解雇之后 那这方面 在法律上是如何赔偿呢 其实现在的劳动关系法 就是以前的劳资关系法 其实是关于这个 婦女在华人期间的工作保障 是比较强的 就是说只要从证明的方面 去知识了 那个所谓的婦女在华人期间的时候 包括这个所谓的工作时间 可以是将就或者遷就到 或者工作性质 亦都可以作出一个调整 甚至乎在那段期间里面 怀孕前 就是这个怀孕期间 和怀孕生了BB之后 那段期间里面 都是受到法律的保护 就是不会说 至少没有单方面的一个 雇主解雇的机制出现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相信在这方面的保障 其实不算少 都有一定的保障 反而是刚才高小姐的问题 对于公务员体制 我或者我不用个人的立场去说 我纯粹从法律角度去表示 由于本身的基本费也 都保障公务员的权益 在福利方面 尤其是怀孕婦女 有多少个月的一个产假的话 如果全澳的中小姐 都看齐的时候 这里有两个问题 大家可以看一看 第一就是 实际应该有多少个产假 才符合婦女的需要 因为如果你定性了 二高务员来做 或者指标或者比较的时候 是不多不少 是不是跟现实的营商环境 或者企业负担 构成一定的影响 这个大家可以研究 我亦都不想说 谁适合 谁好些谁不好些 实际上的需要是多少 亦都可以参考其他情况 第二就是 关于所谓的体制的情况 就是说 始终不同的固住实体 始终有分别 当然我们不能够排除 或者做一个差别性 就是说中小姐的妇女 难道跟公务员的妇女 不一样吗 大家都是人 但在这方面 我们多点探讨会好些 因为始终大家的存活能力 不一样 我不相信 暂时短期之内 我不相信 政府在财政方面有任何 在营商环境 即限制方面有问题 但中小姐是未必的 他们可能承受的负担和压力 也有一定的考量 我们要客观 平常生活 看这个问题会比较好些 还有一个想到 学律师讨论一下 或者和记者都谈讨一下 我们现在听到 性骚扰这个词 其实是越来越多 很多环境 或者 比如上班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 或者一些学校会有 或者一些公共场所都会有 这些 大家是怎样看性骚扰 刚才学律师 这个性骚扰三个字 其实我都说了很多次 就是 在我角度里面 我认为 无论是语言 或者是身体的行为接触 只要令到 对方是 不论男性女性 在心理上 是产生不安 和受到 受到 受到被 被侮辱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是可以 构成了一定的 犯罪表象 相关的受害人 应该可以提出 但是当然 我们尊重 这个所谓 就是立法上的整体性的考量 因为相关的法律图案 已经进入了立法会 正如王議員 刚才说的 都可能在这个立法会期 应该颁布 否则是废案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仍然很想提出一个观点 就是 是否有下一个版本 或者2.0的性份 就是这个版本 就是将将来的 一个所谓的 语言入罪 那个内容 都是呈上的一个考论之列 这是我少少的期望 明白 增加给点意见 刚才 其实 韩律师都分析得很好 其实就是 对于受害那方 引起一些心理 或者生理上的不安 都应该是入罪 其实现在 亦都在修改型法典里面 对身体或者身体接触的一些性的骚扰 或者叫做非礼行为的话 那这些都是用刑事去做一个处理 相对于社会上 都比较接纳和认同 因为现在是正在用 是侮辱罪 或者是普通伤害他人身体完整性罪 去入罪 甚至是侮辱罪 还要施罪 这变成提訴的过程 是比较复杂 受害人来说 都会觉得是不公平的时候 现在作出这个调整 相对是合理了 而关于语言性骚扰 语言性骚扰这方面 那真是未纳入了 那政府的回应就是说 希望刑事是最后的手段 但是他都未具体地 给到一个 怎样去解决语言性骚扰 对于一些受害人的困扰 一个处理 现在还未有这个机制去做的 那他经常都在说 有指引 我们在说在职场上 希望在职场上 引入一些性骚扰的指引 没错 在学校上引入这些性所谓的指引 但是始终那个叫做 阻吓力是有限的 那将来如果这个风气 或者这个现象更加恶化的时候 真的有必要去提到 从立法的层面去做 那都希望 呼吁社会大众 都可以去支持 去推动 我想补出一点 刚才提到的时候 我会想起 所谓的即场的指引 其实性质在行政 还是民事方面 我们仍然抱有疑问 因为你本身不属于一个行政实体的时候 你要用行政的角度 去看一般中小籍 或者是学校 甚至是任何实体 好像在操作上 真的有些问题 这个 第二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不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一般现在文法典里面 或者是民事组织法典里面 都可以提出强制措施 禁止它再做 那将来有什么分别呢 我想在这方面里面 未必有加强那个力度 和引起社会上 对于这方面的语言 性犯罪那种关注度 这个是我一点点的 明白 好了 我们现在再听听市民的意见 现在要李小姐再来 喂 你好 李小姐 大家好 你好 趁王议员在这里 我都有几个问题 就和他说一说 好啊 我最近在网页上看到 即最近 看到那些最新的资料 原来澳门的社团数目 已经接近1万0100个社团 那你们呢 虎联会 作为澳门四大 亲政府的建制社团 那我希望你们 我又有看网页 看到你的资料 你从2011年到2016年 你拿到差不多 接近3亿的政府资助 应该不止 这纯粹是澳门基金 给你们 差不多3亿了 那我相信 以你们的庞大势力资源 你可以随时 帮澳门妇女做很多事情 譬如 我告诉你 譬如 我们女性人均年龄 比男性 你只会托而索 托而索 老友所养 我们女性最长命的 你们半间 半间老人院都不搞 你真是有妇妇女的所托 我很希望你都会老 我都会老 那怎么搞 半间都不搞 还有同线堂都不搞 又是拿澳门很多资助 都不搞 另外想说 我有几个小女孩在外国读书 今年选举年 我很希望你 愿不愿意帮我 我的小女孩 她都是女性的 她的損失她的投票权 可不可以呼吁一下 崔世安 不要那么专横 把那个选举年 选举期 可不可以去到8月中 8月尾 你和9月不差多少 我刚才听过不少评论员都说 其实是可以调度的 你愿不愿意帮我 在立法会里面 向崔世安提出呢 提出这个问题呢 因为以前我向 郑安婷 她说答应我 在立法会里提出的 结果她又没有口致 到那一刻 我都未听见她提出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帮我 我的小女孩 她很想投票 因为她在外国读书 如果你把那个选举期 改了8月中 或者8月尾 她就投了 我很希望 这几点你就注意一下 第一 愿不愿意 我问你 喂 是 你愿不愿意帮我 那些 我小女孩在外国读书 她投不了票 可不可以向立法会提出 将选举期提出 到8月中 或者8月尾 你愿不愿意 可以向管委会里面 可以向和管委会里面表达 我们居民是有这个数强的 我是人而未欣 我希望你立法会议员 你愿不愿意跟我说 我表达了 我多谢李小姐 先去广告 我回来 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探讨 欢迎回来 我们澳门开港演唱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如何保重 妇女权业方面的话题 刚才我们电话中间 就听到李小姐 说出自己的一个提议 现在先给杰晶和学律师回应一下 好 我回应长者服务的问题 作为社会上的一个团体 其实都各有分工的 就着配合一个安劳的政策 其实针对原区安劳 其实我所属的团体 就是虎联 都有两间叫做长者的活动中心 有一间就是杜船街 另外一个是石排湾 我们提供一些比较活动的一个长者 就是他可以走到我们中心的 在那个区分里面 我们会提供相应的一个活动给他 希望可以做到老有所学 老有所医 也都老有所乐 我相信这方面 其实都可以给到一些 叫做行动方面的长者 一些相应的一些服务 以及配合其中一部分 真的原区安劳的长者的一些活动 至于院舍方面 其实就是不单单是李小姐说的 我们都觉得现在的院舍方面 占老人人口里面的百分之三 其实这个如果是政府有条件的话 其实可以作出一些调整 令到我们的叫做 轮后院舍的长者的轮后的时间 可以缩短 以及未来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时候 可以就这个院舍的数量方面 可以更加规划得更加精确和精密 也都是医疗方面 可以更加多的一个配套 去针对老人科的一些服务 以及老人科的一些床位 我觉得是多方面去配合一个 叫做长者的一个服务 作为我们团体 其实针对长者的服务 我们都一向都有开展的 至于李小姐的诉求 我可以将他的情况 向关管委会里面 去做一些表达 有市民有这个要求 作为我议员 我是可以有贊 去做一个反应 那何老师有没有补充呢 我和黄议员分成功 我负责提提提这个补充上的问题 其实刚才这位观众说得非常好 他提出的疑问就是 在立法会选举期间 如果真的投票的人 定了非暑假 即9月 是不是对于这些可以投票的人 有权投票的人 他想投票的人 是不是他的权利受到损失 损害呢 其实在这方面里面 我或者这样看 可以呼吁一下 现在的选管委会 在订定这个所谓的 投票方式的时候 是不是除了在 亲身到这个投票站 投票的情况之下 外 还可以有些另外的方法 去规定 现在美国的投票都可以在海外 提前或者游记的方式 去出出这个所谓的投票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反而在这里 是希望 现在的选举委会 已经是成立了的了 大家也可以就着 那个投票的方式 和种类和形式 是可以多些 向他们反映他们的意见 这个是你们每一个市民的权利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希望他们的选举委会里面 是定立一种 真是能够符合公平公正 而且是全方位 全面去照顾所有 有权投票的人 去作出投资 这个应该是预考虑的 明白 我觉得赫路斯这个题 都比较人性化 而且你人不是这里 但是你出去旅行 你都可以 投票 就是实行你自己的一个权力 没错 但是我想补充多一点 就是刚才的观众也都说 是否希望 将那个所谓的选举日 是移动到这个暑假 但是也都要大家明白 很多有权投票的人 可能已经定立了 就是8月份 已经离开澳门 去了其他地方旅行 我相信比例都不少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按以往的性质 可能都不能完全体会到 所有有权投票的人都会投票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相信 去到9月份那个所谓的选举日 投票 可能那个数目一定会有一定的稳定性 相对地现在反而是多一个渠道 比一些在9月前离开澳门的 求学生 或者大学生 或者留学生之处 在那边做出投票的机制 设定是会较为符合所有人的期望 明白 好了我们现在再听听市民的意见 现在要黄小姐在线 你好黄小姐 主持人好 你好黄小姐 黄议员和律师好 你好 我想再跟黄议员在这 我再想讲一下 互联推出所还没有要扩建了 对对对 几月份实行啊 8月份 7月份 现在准备 但是还没有最明确 什么时候可以投入那个服务 因为现在很多很多的那个 那个朋友的那个那个孙呢 都都关注这个问题 另外我想叫黄议员关注 就是母乳未养啊 因为要社会给一定的支持 我看有的那个地方啊 给比比换料片 就在厕所里有个板子 对比比健康很有问题的 那里的细菌很多啊 今天我看了台湾台讲这个 细菌隐藏的什么什么地方 都不符合要求的 因为母乳未养 我们作为一个社会 我们资源不是很少啊 因为应该通过政府的支持 就是妇联做议员提出来 让她在各个地方都建立 就母乳未养式啊 这叫人家做呢 比较有安全性的 对比比也很健康 因为我在那个哪里看见过 我在这个节目讲过 在厕所里喂比比我 喂母乳真的很不健康 也不也不很不好 那是大陆累课 对你澳门的印象如何呢 是不是需要不能推迟的 要快一点 我今天看了这 我连这几天看了邓小平的 历史转折转折中的邓小平 其实他对民众的问题 对老百姓过好日子的问题 他是跟每一个 都每一个省 每一个分省份的领导 都要要求快一点不能吃的 所以我们澳门也要推得快一点 明白 要支持 好 多得上王小姐的意见 谢谢你 那王小姐呢 其实希望澳门多一些有善的环境 给一些母乳的妈妈 有一个场所 和一个设一个母婴室 就是给一些BB可以在里面 换鸟片啊 或者喂奶 都方便很多 那我们再听听下一个观众 陈生的电话 陈生你好 你好 主持 你好 陈生你好 你好 王议员你好 陈生你好 你讀了你的做法真的很好 你说投票的东西 八月人家都走了 去旅行那些又怎样 怎样投票 那我给一个建议 不如我们特区政府说 网上投票 好像离开 现在网上认证 叫他网上回来 网上投票 就两全其尾了 那还有呢 王议员 你是女性 真是顶了半边天的 你看看 回望国内 上太空 握战斗机 做突击队 握战蓝 还有握那些天积 最紧要天积 他可以坐在二十层楼高 握个金刚大坝 吊一些东西上去 不能有错的 可以吊下去的 是他们做的 还有呢 那个LM 这个液化船 他们有份设计的 那些船是全澳 全世界只有十一到十三艘船 可以做到的 回来看看我们澳门 那时候不是说 驾公交 一定要男性做的 你现在看看 多少女性顶半边天 所以呢 不要看低你们的女性 女性已经是很厉害的了 你看很多领导人都是女性来的 那么 但是有一件事呢 我就想 Patienten zomb已 李先生 来想想想 因为 那些八爷婆 这些都是女性来的 是 我们现在看ен 这个电视台 他们推广基本法演讲 个个都厚抹裔dd 但是政府 有没有执行呀 我只随特甭读一条 第三十九条 我常常说过 退休保障是受法律保护的 我们这些住在残破危 自治物业的长者 女性的长者 有没有人看过他们 为什么社屋要把他们立法 把他们拱出他们门外 这些是不是女性 这帮女性是在社会上 贡献了几十年 很多男性 现代的女性 都是他们一手臭大的 为什么公职人员 个个都这么粮薄 不看这帮女性长者 还有议员和律师 除了想请问你 特区政府有没有违背 基本法第39条 它有没有违法 如果我们认为它违法 我想告政府 我从什么渠道可以 带我这帮老友寄去 告政府 谢谢两位 多谢陈生提出个问题 现在的时间先回忆结证 回应一下之前 黄小姐和陈生提出一个问题 先回应黄小姐提出的 她提出的问题 也是我们关心到 也注意到 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 澳门的确是 胃部母语设施不足的时候 的确是出现了这个情况 在这段时间 我们也推动到社民司 她去重视胃部母语 其实现在的胃部母语室 是增加了 由本身的可能 寥寥可数 十间数齐了 现在叫做她属下 加社会设施方面 加上应该有八十间 但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就是一些母语匯部室的开放时间 其实就会 按回一些机构的一个开放时间 去提供服务 这个就未必是可以满足到 真的有时 叫做有需要的人去用 还有是一些大型活动的时候 特别是一些亲子的活动 我们说亲子运动日 或者是一些大型的 比如一些 刚刚结束的 景民同楼日 那些地方 其实是很多亲子会去的 其实都应该 设立一些 临时的胃部母语室 或者是一些临时的洗手间的时候 它可以照顾到 一些小朋友的 一些需要 亲子的需要 那就会更加贴心 更加安心了 还有就是 更加重要的就是 社会上推荐胃部母语的风气 其实应该是透过宣传推广 是比社会上更加去接纳 而少一些对胃部母语的歧视 反而这个方面也是比较重要的 还有医疗人员 对本身那个叫做胃部母语 妈妈的一个支援 我们一直都在推动着 卫生部门去做 未来应该会比之前会更有改善的 还有就是一些叫做 育婴室的一些设立 其实在今年施政报告里面也提到的 我们都会监管政府是否真的有落实去评估 一些厕所的一些设施 肉婴室的设施 符合一些叫做实际的需要 和实际的标准 明白 黄老师 回应一下 我也回应一下陈先生 关于基本法第39条 应该是针对着 澳门居民在这个退休暴障方面 应该是受法律暴障 可能陈先生所说的 那个情节我又不是太过掌握 我尝试理解 应该是有些老人家 不论男性女性 在这个所谓的社屋居住的过程中 可能因为一个情节上的改变 导致他被要求遷出 如果你说他在那个情节上 真的觉得行政当的行为有违法的话 是可以作出行政申诉 甚至乎可以提出有关权利上的依据 当然在具体事件我们不清楚 但我相信这方面都是由服务局去处理的 就是社会那边 如果那个老人家本身的经济状况是有问题 我不排除他在一个所谓的社工局 介入相关的情况 可以作出一个协调 始终情节不够 我不能够判断得到 但我相信是能够在服务局 社工局介入的状况之下 可以作出一个协调的 是可以保障相关的权利 因为居住权一定是保障得到的 那最重要的情节是否符合 那最后一点时间 给杰晶做几下 其实在现代社会里面 其实男女都受到法律的保障 已经是相对平等的 反而是一些传统的观念的影响 我们如何慢慢透过我们的教育 去宣传推广 而令到我们性别 可以在社会上更加平等 男专女卑这个风气 可以直接消除 对于女性来说 可以在一个自由选择 没有框框的情况之下 可以在社会里面 寻求到她们的出路 或者生存的空间 那今天的时间差不多 多谢两位参加我们的节目 公祝所有妇女朋友 明天自己快乐 明天都是继续关注我们 澳門开港 拜拜